这是奥兹赛的logo 街头 先锋 这是奥兹赛的现场 青春 活力 5月16日至19日 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 正如火如荼进行 464名世界顶尖选手 为巴黎奥运会入场券 展开终极对决 带着好奇 我来到了奥兹赛 为什么要举办奥兹赛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副部长 皮埃尔弗拉特·巴迪这样回答 眼前这个男孩11岁 只剩一人从广东 来到上海奥兹赛的现场 我今年11岁 然后我今天来看一下滑板比赛的 滑板多久了 4年了 你为什么想玩滑板 因为就是有一次 我爸爸当时也会滑板 他就教我 然后我玩了一天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 然后我就喜欢上来就像运动 上次比赛看得开心吗 有过觉得有得好吗 有 为什么选择上海 皮埃尔这样说 我们一起谈论了一个谈论 与皮埃尔弗拉特·巴迪 我们继续在这里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观众 观众所调整的观众 观众所调整的观众 就是一大会 这位朋友来自美国 见到他时正被中国粉丝团传包围 在奥兹赛的一天 我感受到它不仅属于运动人 更属于所有人 我想上海做到了 奥兹赛的现场就像是一场大型交友会 世界各地的朋友在此相聚 在热情的氛围中彼此交流 正如皮埃尔所说 这是奥组委第一次组织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惊艳了他们